高祖十二年十月 刘邦打垮了情部的主力后 到家乡沛县做了短暂的纠整 然后回到了京城 这个时候 刘邦的人生已经进入生命的倒计时 从此时算起 他的生命只有短短的五六个月时间 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刘邦做了什么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大风歌之语 英雄陌路 刘邦在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的局势下 从沛县起兵反起 只用了短短的七年时间 就完成了从不一百姓 到登上天子宝座的华丽转身 但刘邦登记成帝后并不清醒 他一直在为稳定西汉王朝四处奔波 到高祖十二年 已经是重病在身的刘邦 仍然带兵清正 平定了情部的判断 那么他回到京城后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刘邦做了什么呢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 大风歌之 英雄陌路 刘邦从自己的故乡回到京城 一入韩顾关 就遇到几千人告状 告谁了 告萧和 状旨一大落 罪名就一件 用低价强行买老百姓的田地 刘邦一看 这么一大落告状信 心里可乐了 萧和的光辉形象终于破灭了 然后一回朝 萧和来见他 刘邦笑呵呵的 指着那一落告状信 说了四个字 司马迁的原话 君字谢民 谢就是解释 这话怎么讲呢 您去给老百姓个说法 萧和没坑 当然萧和明白 他是不得已而为之 他要不这样办 他就完了 命没了 现在是明没了 命保住了 所以萧和 给刘邦说了 他说 长安这个地方 土地少 人口多 为什么呢 他是首都地区 凡是首都地区 人都多 哪个朝 哪一带首都的人不多 所以怎么办呢 萧和建议 说你皇帝的 皇家的 打猎的上林院 里边有大片的土地 我建议 把上林院开放 让农民 去种地 种了地以后 那个节杆 粮食拿走 节杆留下来 喂上林院的野兽 把那野兽喂饱了 你打猎兽不是好打吗 萧和来不但没解释 反而给刘邦提了个建议 刘邦一听 勃然大怒 说了两点 第一 你收了商人多少贿赂 第二 你叫我开放上林院 损害我的利益 讨好老百姓 最后做了个决定 别在这呆了 向监狱里去吧 立即 把萧和下到监狱去 而且带了镣铐 萧和想毁了名 保住命 就因为这一条建议 下了大狱 汉出三节 韩信谋反被杀 萧和为民请命 坐牢 救张良 在家练气功 没事 关了几天 有一个人站出来 为萧和说话了 这个人是谁了 不知道 历史上没有留下他的名字 只说这个人叫王魏魏 王魏魏是个什么呢 王是他的姓 魏魏是他的官名 什么叫魏魏皇公 中央警卫团团长 一个姓王的王团长 出来说话了 说了两句话 说肖像国犯的什么大错 你把他下到大牢里还给他戴了镣铐 刘邦说他罪多的了 第一他收了商人那么多贿赂 我不治他的罪吗 再一个 我听说 秦始皇的那个人家的相国 李斯 凡是有了功都归皇上 凡是有了过都归自己 你看我这个相国 比你李斯差多了 今天这来明天那来 所以他收受商人贿赂 讨好老百姓 我就要治他的罪 所以这个王卫卫就问刘邦了 他说你说他收商人的贿赂 那点钱 萧和能看到眼里吗 你想想 当年你和项羽打仗的时候 打得最激烈的时候 你在那个行阳前线 一点都不敢顾及关内 整个关中巴蜀都归萧和馆 你平定晨曦的叛乱 你平定情部的叛乱 你都是亲征 把整个大后方交给萧和一个人 那个时候 萧和别说有什么企图了 他动动脑子晃晃腿 整个关中的不归 不幸留了 关中是多大一块土地 他现在好了 等你那所有事都办完了 他收点商人的贿赂 这可能吗 你凭什么就把你的相国想得这么坏呢 这句话说的很关键 这句话集中刘邦的一个要害 其实我们有些人把别人往往想得很好 这人本身很善良 有些人往往把别人想得很坏 把别人想得很坏的人 往往是疑心最重的人 你为什么把萧和想得那么坏呢 萧和会那样做吗 再说 为民请命 那可是相国的职责所在 他做相国 他的任务就是要管理百姓 替老百姓说话 不替老百姓说话 有了荣誉归皇上 有了过错归自己 你倒觉得李斯是个相国的榜样 那李斯不是让秦朝二世亡国吗 那算什么榜样 这王文卫一番话 说得刘邦哑口无言 刘邦说 那这样吧 下令放了 把萧和放了 就这 算是把萧和放了 萧和放出来以后 萧和是光着脚上朝 给刘邦去谢恩 这皇上把你抓错了 那不叫皇上的错 皇上把你放了 那不叫改错 那叫食恩于你 你得去谢恩 所以萧和光着脚去谢恩 萧和年龄也大了 光着脚走起来 刘邦说 别谢恩 我把你抓起来 你知道我为什么抓你吗 我把你抓起来 其实是想让天下老百姓知道 我不是一个好君主 你是一个好相国 所以我才抓你了 你看刘邦多会说 你为老百姓讲了几句话 我把你抓起来 下了大牢 我是表现的 老百姓肯定骂我 我是用我的恶 反过来衬托着你 多美好 我又不给你关进几天大牢里 你咋能得到这个好名声呢 当然萧和也没话可说了 这件事 这是刘邦的解释 其实刘邦对萧和的猜忌 非一朝一夕 前后发生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楚汉战争时期就发生 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 给萧和 加官 五五百官都去庆贺 有人点破 说你给你加官 你以为是好事 给你加官说明皇上不信任 这萧和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 赶快 他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把自己的家的东西全部推掉 然后让自己的所有的儿子 还有自己同族的所有的子弟 只要够当兵年龄的一日上前方去 就等于把自己的儿子 还有自己本家的那些同族的这些年轻的男性 全部送到刘邦的大帐中做人质 等人去了 萧和的儿子到刘邦的大营去报到 刘邦可乐了 那是第一次 第二次 韩信叛乱 韩信叛乱的消息一传到刘邦那 刘邦第一个反应想到的是萧和 立即给萧和加封五千户 大家知道萧和在被刘邦封为第一功臣的时候 萧和封了多少户 八千一百户 曹参是一万零六代户 张良是一万户 萧和排第三 八千一百户 这一次刘邦对他怀疑了 一下子给他加封了五千 还派了五百人的警卫部队 还派了一个警卫队长 萧和可高兴了 又被别人给点破 他全辞了 但这个时候 儿子也没了 侄子也没了 都在刘邦的大营中 刘邦还不信任 他最后没有办法 把自己的家产 拿出来一半 捐出来 献给国家 帮助 评判去了 做军费 把自己的家产 捐出来 做军费 这刘邦 才解除了对他的怀疑 第三次 情部 叛乱的时候 刘邦对他的怀疑 萧和最后的办法 是朝自己身上泼了一盆脏水 所以应当说萧和 这个这次坐牢 绝非偶然 而是长期对萧和的不信任 最后叠加到一块 把他抓起来了 刘邦回到京城 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抓了萧和又放了萧和 这可以说让刘邦颜面惊失 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不好 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刘邦仍然没有得到安宁 萧和的事情结束后 另一件让刘邦更加揪心的事情发生了 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呢 又一个人叛乱了 这个人是谁啊 这个人是刘邦 因亲封王的第一人 刘邦的封王 封朱后王 他是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叫因公封王 按照公劳封 第二阶段叫因亲封王 谁给他亲他封谁 因亲封王的第一个人 叫卢婉 这个卢婉给刘邦的关系太铁了